老北京民间传闻南雍河女红罗 今儿咱们来聊聊南雍河 大白话讲男性同胞要有什么要办的事就来雍河宫求 为什么这么说呢 雍河宫是康熙赐予雍仲的府邸 后来九子多敌 MVP雍正称帝后才升级成了宫殿 而且乾隆聚记载也出生在此地 雍亲王府那有红利的洗三盆 和印针的锦袍木兰花都值得一看 两个男人后来都成为了皇帝 都跟住在这里息息相关 所以就意味着这里是男人的风水宝地 容易有仕途 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来雍河宫求法务 雍河宫的首串是最多人求的 您求完了记得开光 很多商界人士政界药员 一线大明星都去雍河宫祈福 可见雍正前底的的确确是龙潜伏地 当然信则有不信则无 相信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点赞关注带您了解北京